参考一下云端上面的参考答案 当然我有一些地方有做一些调整 像这里你可以用now或者today 不过我觉得因为没有用到时间 所以用today可能会比用now来的更好 但你这里要两个其实都可以 再来的话就是这边 我们是用这个日期 本来是这个本来我们是用那个直接加日期 可是会有遇到礼拜六礼拜天 所以我同学问那个 那如果说要避开六日的话 所以后来我才改用另外一个 就用那个workday那个函数 workday函数的话就可以把它改 就是可以避开礼拜六礼拜天 所以这两个你们都可以试看 如果说你们公司反正就都没有休假的话 那就用这个 但如果有休假那你就用workday 所以这边的话用这一个 这两个其实可以参照一下 这个是没有休假 这个是有休假 然后其他的话自动带出来 那我讲过了 我原来是用isblank 不过isblank状况会比较多一些 所以后来我都改用那个判断 是不是等于空字串去取代他 其他的话这个都有了 类似的画面 各位那保护的话记得就是说 如果你要保 我这边是如果你不保护的部分 记得就不说 然后主要关键是保护工作表 这个我想有个画面给各位参考 那最后的话就是说 我们按一下那个VBA 可以让他自动帮我把他单号 就是把里面的资料给记下来的话 那最后我们来看一下 基本上这个流程 因为城市可能比较冗长 而且步骤会多一些些 我大概就把重要的部分跟各位做个说明 一我要新增过去之前 要先知道几件事 到底这边有没有资料 他有可能什么 完全是没有的 那如果完全没有的话 你按Ctrl向下 他就会跑到最下面去 所以怎么办呢 如果你完全没有订单的话 那你就是从第二个开始 可是如果你有订单 就Ctrl向下 就会从你现在那个订单 是哪一个的下面一个开始 所以第一个 我要先知道 我现在的单号 我的笔数到哪里了 OK是第一个 那城市的撰写部分的话 该怎么写呢 我们来看一下 基本上我分成好几个阶段 所以各位可以发现 我第一个插入一个程序 程序名称叫新增资料 那我大概就分成几个阶段来做 一判断在哪一列 指的是那个销货名系 他现在已经到第几笔了 第二个的话呢 输出资料 就是把这边的资料抠过去 第三个是什么 把抠过去之后的资料清空了 因为他已经过去了 所以你可以清空了 第四个就是把单号加一 因为你下一笔订单 你如果让使用者自己去改订单的编号 那一定会错 因为他怎么会知道下一个 有的时候又忘了改 有时候改太多 所以通常单号要自动化 所以基本流程有四个 我们来主意来看 所以第一个 那我怎么知道说到底到哪里 所以如果我说这边完全是空的 那我判断什么 如果A2等于没有东西的话 那我有个变数叫R R的话呢 指的是将来要写到哪一列 那这个R的部分呢 如果销货名系这个工作表里面的什么呢 Range A2 就是这个里面 等于没有东西 那我就把这个R 这个R指的是将来要写到哪一列